自己查自己 自己查自己 單被違法紀 包被違法紀 立即拘捕朱經緯 立即拘捕朱經緯 監警會維持前警司朱經緯毆打屠人投訴成立的決定 民陣等團體舉著黃色雨傘 去到警察總部請願和遞信被警方代表 他們促請警方即時拘捕朱經緯 和在兩星期內進行刑事起訴的法律程序 民陣副召集人陳樹暉說 如果在兩星期的限期內 警方沒有進行檢控程序 會有更大型的示威行動 我認為整個警權問題 都是衝擊著包庇 和不跟著法例和程序做的行為 所以我預期如果兩個星期警方仍然不行動 我相信那個行動不僅涉及這宗朱經緯毆 反而是整體香港市民對警權的憂慮 監警會會視乎投訴警察課對最終決定的回應 再考慮是否去信被行政長官處理 朱經緯案投訴人鄭忠恆對監警會的決定 表示歡迎 又希望特首梁振英會出來回應 我也期望他想知道他說甚麼 但不會抱任何大的期望 幫我拿回公道 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強調 警方應該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 否則會破壞公眾對監警會的信任 監警會早前以12票比6票裁定 警司朱經緯在去年佔中期間 毆打逃人的投訴成立 但投訴警察課不接納決定 希望可以重新審議 不過監警會就認為沒有這樣的需要 DBC數碼電台記者歐慧聯報道